第六片水蜜桃阿嬷 在三个大人相继亲生后 片中的阿嬷带着七个小孙子 在海拔1360公尺的新竹尖石箱太岗 他们被迫接受父母亲的离去 他们被迫承受死亡的事实 水蜜桃阿嬷和七个孙子 要说的不是自杀 也不是生命的悲剧 而是深信 勇敢活着就有希望 年轻的孩子五岁 他要面对他的至亲 还有他其他的这些亲戚 大人们都抛下他们了 这么沉重的议题 镜头去呈现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摄影的镜头也好 周遭的场景也好 也让你有的时候 会有一个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我今天选择拍纪录片 我就已经知道 我必须面对这个世界上 最残酷的真相 所以当我们拿起摄影机 去拍摄任何一个故事 包含水蜜桃阿嬷这个故事 我们一定要很勇敢 可是勇敢绝对不代表残忍 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一个 我们冷静的 如实的把一个故事呈现出来 其实大家并不晓得 在我们放下摄影机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我们心里面的难受是什么 在很多很多桥段都是如此 甚至纪录片拍是很长 半年的时间 我们并不是一直都在拍 所以大部分时候 我们知道他们家的中 年轻人都不在了 所以我们能够做 我们会尽量去做 只剩下老人家跟孩子 对 糖肥料 100公斤的肥料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小事 但重点是我们 对我们这片子 已经不是过往 过往纪录片的那种拍法 因为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我们也知道这些小孩子 是如此的期盼我们的到来 甚至我们都已经感觉到 这也不只是一拍一部片 我们更多更多 对他们而言的东西 其实是陪伴他们 那我印象最深最深是 我们已经拍到中间的时候 因为每次都会 上上下下下三讲 每个礼拜几乎在三上 大概差不多将近五天的时间 那要离开的时候 阿嬷就会塞他的青椒 高丽菜给我们带走 那所以这半年 其实我们都不用买什么蔬菜 阿嬷的蔬菜就很多 可是我记得有一次 阿嬷会突然在我们 那个放下窗户 跟我们说再见的时候说 那你们什么时候会回来 他是说回来 他不是说你们什么时候会来 那其实大家 整车的工作人员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下去那一小段路 大家都没有人说话 可是大家都知道 这已经不是一个案子了 这应该是我们跟这个家庭 就算影片完成之后的一个情感 嗯 嗯